雲朗藥 準備好了 當地人都說去蘭嶼一定會吐 吃雲朗藥就行了 到了 沒事 沒吐 沒暈 下早就立即潛水 去到蘭嶼其實會覺得自己離開了台灣 去了茫茫太平洋上其中一個島國 環顧四周 完全沒有其他陸地 而且島上的原住民達悟族 他們的文化和台灣人本來幾不同 平時我們潛水想看魚 看海套 看山湖 但是蘭嶼這裡就不同了 蘭嶼他們是看地形的 下面是很多圓崖 很多坑 很多奇形怪狀的石頭 這裡的深度大概在二十米左右 所以說我會帶來這邊 然後再上峭壁 然後順放流 OK嗎 蘭嶼的水真的很清淡 看上去是一片深藍 這裡的能見度可以去到二三十米 大家 平時蘭嶼潛水很少機會來小蘭嶼 因為有開二十分鐘才來到這裡 你看好多座山有那麼斜 和水下面其實也是那麼斜 所以看到一些很狀態的地形 好的 很棒 蘭嶼是座火山島 億萬年前 熔岩在地底霧出形成了山體 潛落水就會看到這座山有多高 而在蘭嶼潛水會不知不覺越潛越深 看一看標才發現自己已經去到三十米 蘭嶼潛水會比較深 水深都在三十米左右 也比較適合進階的潛水 其實蘭嶼是一個黑潮的地方 所以說該碰到的大物 基本上的東西其實都碰得到 好像我也曾經在八代灣城船看過金沙 在四條後也看過了鎚頭沙 或者說白旗沙也有看過 曼塔瑞也有看過 回遊性的魚會比較多 但要常住在這邊就比較難 黑潮就好像一條公路 大型魚類來到蘭嶼 就好像貨櫃車中途停休息站 看不看到就只可以靠運氣 不過來蘭嶼看到這麼壯觀的地貌 都已經不枉此行